他為鐵砂達人 跟菲律賓拿到鐵猛金 十多種的開採錢 百億起跳 我怕是絕對沒有傷害賬 他是軍校畢業 選到國安局去 頭腦後還有保 利用媒體綁架警察 謝國雄跟王吉隆 菲律賓 台灣大陸跑來跑去 老他們這裡的人台灣 你很難賺錢 比在後面你搖晃 將張董退入汽油桶 那這裡就在賓棟大白比 有種不語的方式 磁鐵丟下去 兩個多小時都找不到 張董的兒子拿著香 一邊哭一邊請他爸爸出來 爸爸 你已經出來了 這些人已經找了這麼久了 講完短短的一、二十秒找到了 歡迎收看台灣起事物 我從沒想 2008年 這名男子叫做阿德 他跟警方報案 說他的爸爸失蹤了 他爸爸是誰呢 大家叫他爸爸張董 早年到菲律賓去發展 採礦的事業 他拿下了鐵礦、猛礦、金礦等 十多種的礦產的開探權 是當地最大的礦商 也被外界封為是鐵殺大亨 這樣一個大人物 怎麼突然失蹤了呢 時間是那年的四月 張董回到台灣掃墓之後 在四月十五號這一天 他跟兒子說 他要去高雄去談一起合作案 家人以為一切都順順利利的 沒想到一個星期過後 菲律賓那邊的傭人打電話到張家說 老爺沒有回來 怎麼回事呢 家屬急著找人 但是張董的手機卻是關機的 聯絡不上了 而張董的老媽媽又說 他看到了兒子回家 但神情非常哀悄喊著媽媽 難道人發生什麼意外嗎 警方在第一時間懷疑 這外船鐵殺大亨 他擁有百億的身下 難道是被歹徒盯上綁走了嗎 但如果真的是被綁架 家屬為什麼沒有接到 任何一通的勒鼠電話呢 2008年4月底 一名男子心急如焚 來到刑事局報警 跟警方拜託 幫忙找尋他爸爸的下落 跟我陳述的是 他的爸爸已經失蹤了兩個禮拜 4月15號 他到台北來找他兒子 跟他兒子說高雄有一筆生意 他要下去 隔一個禮拜 他兒子要聯絡他都聯絡不上 失蹤的張姓男子 人稱張董 陸軍中校退役之後 2000年遠赴菲律賓 打造礦業王國 他看準鐵礦這一塊 可能會飆漲 吸收一些股東 到數億人也蠻多的 蠻多人投資他這一塊 菲律賓的三大港區吧 都有他設有 他自己專屬的碼頭 在呂宋島北邊那邊 開發菲律賓當地的一些礦場 在公司的職位就是總經理 那這些股東呢 由他來經營這間公司 他應該是當地最大的一個礦商 台灣知道張董這一號人物 都稱他為鐵砂達人 他們都說他大概以100億起跳 鐵砂道亨回台灣 說要談生意卻從此失聯 4月12號那天 張董從菲律賓搭機回台 正逢清明節 他先回到宜蘭蘇澳的老家 掃墓記住 幾天之後 他到台北跟兒子吃個飯 當時張董說要下高雄 跟股東簽約 一旦試成 就會有1000萬的資金 易住進公司 警方調閱張董的 手機移動軌跡 4月15號 他從台北搭高鐵 到高雄左營站 但之後 手機訊號就停了 那時候 家人以為張董南下談投資案 可能是太忙了 沒空聯繫 請稍後再播 張家這邊也以為 張董可能就是 談完生意以後 就直接從高雄搭飛機回菲律賓 大概一個禮拜以後 菲律賓他那個家裡的傭人 就打電話過來宜蘭家裡說 張董一直沒有回來 怪了 張董人呢 電話再也打不通 家人也不曉得 他南下 到底是跟誰見了面 事發快一個星期了 詭異的是 張董高零 八十幾歲的老媽媽 竟然說 看見他回家了 回到那個家裡 站在門口那邊 叫著媽媽媽媽媽這樣子 看準國際鐵礦標掌 張和菲國政府簽約拿下 八十公里海岸線 以及上千公頃砂石地 鐵礦的採礦圈 鐵砂道亨名聲響亮 難道是歹徒 來寄予他的錢財 把人給帶走了 把人子控制好之後 百徒就會試圖的 跟家屬來勒索金錢 可是這一些都沒有 很怪 他是請的話 他張董他沒有 這一方面的問題 一個很單純的生意檔 他也沒有跟人家接仇 那頂多就是 股東這一邊的 公司營運狀況 出狀況 是有人恐嚇他嗎 是有比較激動的言語 但是還不到恐嚇的地步 何謂激烈的言語 就是說 為什麼都 都沒有把錢拿出來 對啊 如果錢再不拿出來 要怎麼樣怎麼樣 他兒子有提供 就是張董的公司 一些股東 最近一直在吵那個 股份資金的問題 也有常常衝突 口角 那是不是這一掛人 綁走他 或者殺了他 好 張董的兒子 阿德懷疑是不是公司的股東 把爸爸給帶走了呢 警方根據阿德 所提供的訊息來分析 公司除了張董之外 有兩大股東 分別是謝國雄 王金蓮 以及一對王姓兄弟的 他們是王金蓮的侄子 阿德說公司這幾個人 跟爸爸鬧得不愉快 可是警方初步 沒有具體的證據 顯示張董失蹤 跟他們有關係 於是專案小組 就改從張董的手機 最後通連和行蹤追查下去 結果發現 張董在失蹤當天 的確大熱高鐵 到了左營站 離開之後 手機就關機了 而最後通連了11支 王八七的號碼 在追查上相當困難 後來不斷地過於資料 查出了有一名叫做 孫偉文的男子 他很可疑 在調出張董南下高雄當天 孫偉文的手機移動了軌跡 從高雄的鳳山 到屏東的林邊 再到車城和四重溪 就這樣沿著濱海公路走 越走越深山 加上張董那個時候已經失蹤 快一個月了 警方研判恐怕凶多啼少 必須趕快把氛圍給找到 但沒想到他人早就離開台灣了 謝俊鋒當年徵辦鐵砂大亨案時 從張董的兒子阿德 所提供的公司股東資料 展開分析 最主要股東就是說 因為當初募到資金 他要去興建碼頭 拿到資金投入以後 大概三個月到半年 這個期間會完工 但是一直都沒有完 一拖再拖股東 他就懷疑說 是不是張董把錢吃掉 專小組從張董公司 幾個可疑的股東和對象列出 包括兩大股東 王金蓮 謝國雄 以及菲律賓的兩名員工 阿迪亞這一對兄弟黨 而他們就是王金蓮的職資 王金蓮是最大的股東 王金蓮都是找他親朋好友 他集資在投入張董的公司 謝國雄的角色是在公司裡面 是擔任就是募資 募資跟公關這一塊 用了這麼多錢 但是碼頭一直沒有完工 工期一直在拖 所以說他們懷疑張董 是不是推拖拉 把錢挪到其他的地方去用 幾個股東要求 他要退讓經營權 而他不肯退讓 王金蓮他的兩個職資 也在菲律賓碼頭那邊工作 據說張董對他們兩兄弟 也不太友善 常常也會有那個口角發聲 阿德對張董公司股東跟員工 高度懷疑 雖然不曉得那天張董 是跟誰約了在高雄談生意 阿德還是約出了謝國雄的王金蓮 看看能不能問出些線索 我爸爸就是你謝國雄帶走的 或是你殺死他的 然後謝國雄表示我異常冷靜 不關我的事 他是由貝而來 他拿出了所有的公司股東的名冊 你爸爸付出這三個 這一罐人 這幾罐人去做的 你自己去追查 文建人他基本上不太回話 都是謝國雄 阿德對謝國雄打上了問號 警方著手從阿德所提供的訊息來查證 另一組人則是從張董的手機 這條線索追蹤下去 六點多就在高雄 主要的高鐵站那邊 後來就斷訊 就一直沒有通話的紀錄 就斷了線 確定有人去高鐵站接他 那可是這個人 也是找不到這個人 那就是他用的電話 也是那種屬於外勞卡的那種電話 他到底那邊跟誰聯絡 那個人嫌疑最大 最後那一棟 他拿的是王八機 所謂王八機就是 匿名身分去申請的號碼 除了高鐵左營站 張董跟誰碰面了 那支王八機持有人又是誰 追查困難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 張董至今音訊全無 快一個月了 所以他人三天下去之後 隔天都沒有任何的活動意向 也沒有發現說 他有出鏡的這樣的情形 消費金融紀錄 完全是處於停滯狀態 所以說我們才會去研判說 這個人是不是遭遇不測 鐵砂大亨人間蒸發 生要見人 死要見尸 可是案子陷入膠著 張董的那個手機 突然有插入一個號碼 一個月以後的事情 突然插入一個號碼 然後我們就這號碼去追 交付了去調的一些資料 從這些資料去查到的孫偉倫 這個孫偉倫是誰 專小組查閱他的背景 還有他跟張董有什麼交集 發現這個孫偉倫是個高雄人 而張董當天就是去了高雄 這下子地緣關係扣上了 專小組趕快調出 孫偉倫的手機移動軌跡 隔天的傍晚之後 就從鳳山一路往南 到了屏東的林邊 東港 一直南下 到了屏東的車程 甚至進去到四重溪 應該是沿著台石七線這樣走 台石七線是比較靠海邊嘛 那個往南走 你跑去那邊要幹嘛 警方直覺不對勁 因為台石七線是濱海公路 從林邊 車程一路靠海 而且移動時間點都在深夜 當下我也懷疑說 是不是把人給丟在那邊 想壞一點是不是去那個氣室 查出那個孫偉倫的電話 也是跟那隻玩八雞的走向 也是從高雄 東港 一起到四重溪這邊 然後又上 這兩隻的電話人是經典 是重疊的 所以我們兩個這兩個 應該是同樣在使用 所以當初孫偉倫的這一號 能浮出台面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 他是其中一個險犯 懷疑是險犯之一 因為專案小組發現 孫偉倫的通年紀錄 曾經密集跟菲律賓 還有中國大陸聯繫 對象就是公司的兩大股東 王金蓮跟謝國雄 案子辦到這 警方有了不想預感 張董下落不明 他的兒子想方設法 集訓爸爸 我們掌握到他爸爸最後的地點 在 他們應用個人私底下的民間力量 就是請零零分局來協詢 在新聞媒體就曝光了 因為市中將近二十天的父親 完全沒有消息 兒子只能夠從手機裡 輸出父親這一張 面貌慈祥的照片 希望大家幫忙協詢 他的股東說高雄有一筆資金 那請他下去簽約 結果人一下去人就不見了 他現在已經快要開始 等於說有一筆鐵砂的生意 已經快要成型了 新聞出來之後 我們所掌握的這個孫偉倫 馬上飛機坐了就飛到大陸去 更加懷疑這個孫偉倫 他涉及這個案件的可能性 種種跡象研判 鐵砂大亨恐怕已經遇害 從失尊案變成了重大刑案 警方報請張董戶籍地管轄的 宜蘭地檢署 由黃錦秋主任檢察官 負責指揮偵辦 老人家很待我這裡 一直在掉眼淚 然後八十幾歲 然後當然看起來是很賤狼 可是你想到一個八十幾歲的老人家 在找他的小孩 因為真的 你會覺得很捨不得 張董老媽媽的眼淚 和兒子焦急如焚尋覆 堅僅不捨 然而鐵砂大亨失蹤謎團 得要找到關鍵人孫偉倫 才能波雲見日 這個案子變成說已經卡在山 因為孫偉倫沒有辦法去行動 因為他們那一些人 那時候都在國外 孫偉倫他如果不回來 這個案子就是 等於就是死神 一灘死水在這邊沒有辦法啟動 好 孫偉倫是目前警方 所掌握到唯一的線索 但他仍沒有到案 案子就像一灘死水一樣 沒有辦法啟動的 不過就在2008年 有一個颱風叫做鳳凰颱風 逐漸地逼近台灣的時候 孫偉倫竟然透過了 小三通的模式 要從金門搭機回到台灣 警方立刻派人到機場去逮人 也的確抓到人了 而張董的失蹤跟他真的有關係嗎 鳳凰颱風來勢洶洶 正是由天台轉為中台之後 還有不斷增強的趨勢 整個暴風圈正逐漸逼近台灣 2008年7月底 鳳凰颱風的暴風圈逐漸逼近台灣 陸續帶來搶風豪雨 當時刑事局真三對三組 承辦鐵殺大亨案的警方 正好休假 突然0823這哪裡的電話 一接金門的移民署電話 他說你們有管制一個人 他現在小三通進來 這個人就是鐵殺大亨案重要對象 孫偉倫 機不可失 警方趕緊要金門移民署的同仁 緊盯他的一舉一鬥 掌握孫偉倫動向 大陸利用小三通的方式 要回來到我們台灣 請他跟我們確認說 他是坐哪一班班機 可能就是在大陸無錢花用 然後又覺得過了大概一兩個月 台灣這邊一直都沒有動靜 好像已經安全了 真的是老天有眼就是這樣 出去的好像兩三個月以後 他竟然又從金門這邊回來 孫偉倫搭乘的飛機在台南一落地 台北刑事局這邊的警方 早就聯繫好台南市行大的友軍 在機場待命 因為當時我們已經有跟檢察官 申請拘票 台南市行大帶著拘票 還沒下飛機之前 就把孫偉倫給帶到岸 孫偉倫從機場直接被押走 帶回台南市行大 這段時間他要求上廁所 同事發現他很久沒有出來 結果他要把他那一隻玩巴機 銷毀 結果被同事發現 他這個動作更奇怪 孫偉倫不尋常的舉動 警方更覺得他有鬼 我就在他面前秀給他看 我說這個人你認不認識 結果他的反應 就讓我心裡有了底了 他說這個我認識 他說張董我認識 孫偉倫說在網路上 看見過張董的報導 他赫赫有名 楊昆明見招拆招 我說那這裡有電腦 你現在上網 你從哪一個網站去看到他 結果他這樣反口說 沒有沒有啦 這個是之前一位王董 介紹我跟這個張董認識的 其實當下我就已經可以 可以知道說 有機會來突破這個案件 根據警方調查 在張董下高雄隔天 手機訊號曾經出現在大寮車城 以及四重溪一帶 而孫偉倫手機的移動軌跡 就跟張董的一模一樣 我說你們是不是 把人丟在四重溪那邊 他嚇一跳 人生要帶出來 人死的話 你至少我要建設 日圖要回到故鄉 不然人死了 你半夜睡得去 當老婆就忙到他們 兒子回來叫阿母阿母 你怎麼不來買 來替你討名 你怎麼不怕 那天夜已深 孫偉倫被帶進後訓室休息 那個晚上 他夜不沉眠 我們相信 不是你一個人有辦法做的 你也不知道 我說你的主人 我都穿得很清楚 你沒辦法 你打不去 你就誰跟你一起 你就全部講出來 我跟你講 其實張董他已經掛了 這個案子是一件病案 這句話 他講出來就確定 將張董 投下腳上的方式 把他推入汽油棟 他說 師父就在屏東 等他賓那一個大牌 張董被塞進了汽油棟 就氣勢在屏東 林邊的一個大牌 專員小組 要趕快去把人找出來 在那個時候 鳳凰颱風的外圍環流 正在接近台灣 風勢和雨勢都非常地強勁 警方冒著風雨南下 趕快地找 就怕這個鐵桶 被湍急的水流去衝走了 而人到了屏東林邊之後 看到到處都在淹大水 警方說很奇怪 彷彿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在牽引著他們 指引前進的路 而最後找到了 孫偉倫口中的七十地點 警方特地準備了一個大死鐵 還有紅色的繩子 希望能夠趕快找到鐵桶 但是現場的水勢 穿起而且又夾帶大量的泥沙 兩個鐘頭過去了 什麼東西都沒有找到 一直等到張董的兒子阿德 他來到了現場 他一邊哭著 一邊吞燒金紙上香 口中喊著 爸爸你快出來 警察找你好久了 大家會幫你忙的 你快出來 說也奇怪 在十幾秒之後 警方手中的繩索和磁鐵 突然有了動靜 吸住了一個大鐵桶 真的找到了嗎 但玄奇的是 明明是同樣的地點 同樣的方式 過去兩個小時 毫無動靜 卻在 死者兒子上香哭喊之後 竟然就找到了 2008年7月28號 鳳凰颱風儘管已經離開台灣 可是未為環流依然是造成 搶逢遭雨 屏東地區處處淹大雪 人家講紅苔尾 雨是很大 那個雨下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都看不到前面一兩公尺的那種雨 不得了啦 整個臨邊地區都淹水 那個水深都到我們的腰部 車走有水無法動 就要轉進左轉右轉 我記得那邊是先往東邊走 只要有路我們就鑽 沒路就繞 在七到八路 真的出沒幾條路可以走 雨是十大十小 看不清楚眼前路況 有到處淹水得繞道而行 加上不確定大鐵桶 到底是從哪一個大牌 被推下去的任務艱難 沿著台十七線往北 往回那個東港的方向 到高速光路的盡頭 以後就右轉左轉 反正有路就走沒路 就還兩樣大牌 或是水溝的那個方向去找 遠景開著車 方向盤一會兒往左打 一下子往右轉 就這樣左彎右拐 看到了大牌之後 沿路找過去 那時候看到那座橋 我也在懷疑是不是 他一看眼睛一亮 以後就說 就是這裡 我去哪裡 橋邊這裡 你比較重 他說我比較重 你怎麼比較重 剛才橋邊 一個水溝的那個 剛才那裡有一個水溝的 可以等下去 所以他說我很確定就是這裡 找到疑似地點 但南瓜還在後頭 因為颱風過後 大水湯集幾乎要滿出來 夾帶泥沙黃沉沉的 根本看不清楚 簡直是大海要爭 當時我們有帶了 一個環狀的磁鐵 大型磁鐵 帶了一捆那個 紅色的塑膠水 就一頭把它綁成 當作類似釣魚的方式 這樣磁鐵丟下去 一直往下面 差不多三、五、十公斤 都爬了 這麼長的東西 水甘沖的過 兩個多小時都找不到 還有一頭你就好 我昨天晚上已經有通知 這個張董的他兒子 跟他講 我們今天要來找屍體 這個是藉由親情的力量 我們再找找看 那張先生他兒子 趕下來了 因為太逢天 所以他比我們晚一點點到 我就跟情勢局的同學說 你們不用急 你至少讓張先生的兒子 到現場去 跟他父親叔說話也好 不久後 張董的兒子趕來 透過親情的力量 試試看 那他爸爸的朋友 也有準備了一些金子 就在旁邊就燒 張董的兒子 他就拿著香在岸上 在我旁邊 一邊哭 然後一邊請他爸爸出來 他說 老爸你快出來了 這裡的人已經找你這麼久了 他就好 大家都來幫你搗三天 你快出來 大家趕完全任務 把你帶回來 我們既然 講完 就這麼短短的 一、二十秒時間 同樣的地點 用同樣的方式 利用那塊磁鐵再搜尋 講完沒多久 我同事馬上跟我講 走到 怎麼就搶你磁鐵 就去蓋了什麼東西 那你中魚 你會嘛 你會有咖哩沒有咖哩 你都知道 就去蓋住了 我就去拉那條繩子 真的 找到了 而且那種感覺 就真的好像水底下有人 在拉著那條繩子 這個應該是當時 它水流比較穿急 水流帶動那個繩子的拉力 造成我們在岸上拉的那個感覺 找到了嗎 大水湯急滾濁 馬上找來專業的救難人員 穿著潛水裝 嚇到水裡確認 一燒一箱就找到了 潛水服務就告訴我們找到了 有點懸 那他兒子到了之後 相應啊 金子一燒 叫爸爸回來 這個是 一樣的尾 那個尾 真正在那裡很久 很久也沒有 就是在那裡 這樣坐在那裡 很懸 用宣明的角度 有可能就是死者感應到 他的家屬 他的親屬到場 在張董兒子聲聲呼喚下 彷彿是親情的戲盼 指引在湯急水流中 飄盪的繩索 轉到方向 磁鐵吸住了大鐵桶 讓供存在水泥內的冤屈和真相 浮出水面 兩組人就拉起來 一開始拉拉得動 我就問旁邊的宣友人說 到底怎麼回事 他那時候才跟我講說 裡面灌了水泥 十來個壯漢 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大鐵桶給拉上岸 本來五十來個壯漢 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大鐵桶給拉上岸 說也玄奇 本來烏雲密布下著雨 卻突然波雲見日 像他們爸爸叫 那時候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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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那時候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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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都向他插一插一插 這樣這麼好 我前幾天 做完也說 才有一個人 三四個你把他抬 抬抬之後他 說怪怪這樣 想我這樣插一插 他說 趕緊再點香去大白那裡 快點沒幾天你下來 他嚇到了 我問他 你若要去大白就拜 你若不在那裡這樣就拜就好 他說我也不知道 我就很自然就去點香這樣 這樣拜 難以解釋的巧合 還有警方開車找尋地點的時候 冥冥之中 像是有股神秘力量 牽引著方向盤 你要開的時候 他說 這個模型的那個 會不會 你自己砍 他說明明 倒邊 吃邊都乾的 你有什麼要倒完 我也告訴他 你就憑你的感覺 你去你不要問我 有路你就走 他說沒有了 我就孫孫開去 憑感覺這樣 我...我... 找到了大鐵桶 運到冰儀館 並讓人員小心翼翼切開鼓聲 一聲聲刺耳的電鋸聲 張董的兒子聽了 心裡倒歌 盼了三個月 無奈等到的是令人心碎的噩耗 現在終於找到了 對 那但是很可惜的找到是屍體 謝謝 謝謝 我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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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誰下了毒手呢 嫌犯孫瑋倫咬出的是公司的大股東 謝國雄 謝國雄是誰呢 他自稱具有國安局的背景 儘管當時警方已經要把他找來做筆錄 釐清案情 但是沒想到 他竟然先發誌人 他接受電視台的專訪 在鏡頭前他侃侃而談 他甚至還舉起了右手 對天發誓 他絕對沒有殺害張董 然而對於敏感的問題 謝國雄不時停頓 或者是抓住了麥克風 顯示出他非常謹言盛行的心思整理 而面對這個幾手對手 警方有辦法突破他的心防嗎 他是謝國雄 張董被指控是鐵殺大亨命案的主謀 他沒有急著去跟警方說明 反而是先接受了電視台採訪 我發誓我絕對沒有殺害張董 當時他在鏡頭前舉起右手對天發誓 絕對沒有殺害張董 他說自己跟張董 早年因為一個遊樂園的開發案而認識 後來張董進軍菲律賓打造礦產王國 找上了他跟王金烈入骨 一個友人介紹王金烈給我認識 那王金烈他也有意投資 菲律賓公司 那我就把這個介紹給張董 謝國雄說 一開始三個人合作愉快 大家努力找金主投資公司不斷擴張 王金烈也找來自己的兩個職子 到菲律賓的公司去工作 但後來公司營運每況愈下 政治因素碼頭被查封 再加上大陸這一些工作同伴返回 那至今缺陷缺口 張董我們洗下的是說 一年可以完工 那我們一直在等 已經等五年了 那時候普通很多都等不下去 洗下一個肉園 就是今年三月份要完工 結果就並沒有如期完工 外界懷疑 是不是因為營運理念不同 三個人的關係生變而引發殺機 謝國雄這樣回應 因為我們三個的脾氣都很不好 所以說我們好的時候跟兄妹一樣 但是有時候在事情上面 也是有所政治 這是難免的 他強調 當他聽到了張董死訊時很驚訝 謝國雄還拿出兩個人的簡訊 往來內容 2007年11月初 張董要求謝國雄跟他聯絡 強調碼頭工程不是問題 第二封簡訊 張董希望能供謝國雄商議 直指有股東在暗中破壞 謝國雄說自己早就退出了公司 後續發生的一切紛爭跟他無關 我沒有能力在籌作之間 而且我在那邊有工作 所以我賠傑了他 然而 盜案的前犯孫偉倫咬出 謝國雄是幕後主席 更直指謝國雄王金蓮 是用公司股份一股 大約50萬元來利誘他 殺了張董 我的股份都已經放棄了 那何來的股份給他 何來的利益 面對所有質疑 謝國雄看似侃侃而談 其實從他受訪時一言一行 就能感受到 他時時刻刻保持高度警戒 我從六月二十二號 對不起 沒關係 停頓不回答或是緊抓住麥克風 顯現出謝國雄謹言盛行 心思縮密 或許跟他的背景有關 接受媒體採訪後 謝國雄裁到刑事局接受偵訊 試圖證明自己的清白 講說他跟這些王金蓮 他們這些人 他們都有認識 而且是合作 普通合作的關係 他都肯講 但是唯獨就是說 下這個謀殺令的 他沒有 他沒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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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軍人退伍 我受過軍人的教育完 我又到了國安局 國安局他的信任 他還要另外一頭 他一定要進階更加高 要看人家 我會這麼粗 我手上會這麼粗 對不對 哪有可能 做這個事情 他真的要你抓住 結十萬五個小時的 偵訊謝國雄 離開刑事局 手上的外套 緊緊蓋住 已經上了手銬的雙手 其實警方現在還是懷疑 你有涉案 你有沒有涉案 你有沒有涉案 要不要會自己澄清一下 警方偵訊謝國雄後 認定他涉嫌重大 移送檢察官附訊 謝忻被告的檔案 他將相關的事情都推為 是有另一名在討的 黃金被告出策劃 那他扶清 可是他的公訴 跟我們所初步的查證 確實有不太無可 三月份 四月份的在高雄見面 叫說孫偉仁在 遮掉張總統 有些事情 安全無力 都說沒有 都沒有 他推得一甘二斤 他今天有夠爭的爭的 狡猾的謝國雄始終不認罪 但檢警察處的謝國雄和 王金蓮 以及王金蓮的兩個侄子 早就對張總不滿 謝國雄和王金蓮 原本計劃是以公司的股份 當作誘因 找來的孫偉仁 到FreeB要去槍殺張總 但是孫偉仁他拒絕了 後來他們改變了策略 安排孫偉仁 以投資金主的身份 去接近張董 而是因為張董 他有貼身的保鏢 隨時部位 在FreeB也下不了手 就決定要股東 用這個投資公司的理由 把這個張董 拐騙回台灣 而那一天 張董南下高雄 以為是有千萬資金 要抑注進了公司了 卻沒有想到 卻是踏上了死亡陷阱 檢警面對謝國雄 擁有國安局背景 這麼一個難纏棘手的嫌犯 得要用證據 讓他百口莫辯 檢警調查 其實謝國雄 王金蓮 對公司營運狀況 早就不滿 然後保持人家 他不滿 他們認為我錢已經投下去了 讓你經營 一段時間公司 應該要有營收 要分紅給這些股東 結果我都沒有 他們也要求那些張董 你要退位 換他們的人上去經營 他又不要 謝國雄往今年自認受了委屈 密謀奪命計畫 找來孫偉倫當殺手 在金錢的利誘之下 孫偉倫接下了任務 2008年8月 飛去了菲律賓 一開始籌劃槍殺張董 拿十萬塊給他 買紀錄還有一些生花費 王金蓮他們原本的計畫就是 請孫偉倫在菲律賓那邊 就做掉張董 這時間啊 謝國雄把自己穿買孫偉倫 說你把自己做掉的張董 你把自己做掉的時候 你把它等到海邊 放水流 我也不知道 但是孫偉倫不給他自己穿 槍齊這方法行不通 謝國雄王金蓮改變策略 安排孫偉倫以投資金主的身分 親近張董 王金蓮他介紹 這個孫偉倫就是我們小姐 他對你的控制很有興趣 他要投資 孫偉倫在菲律賓的時間 所以我想一直在問他 有沒有機會要處理張董 王金蓮跟阿姨也在問 張董旁邊他有 他有聘請一些 帶槍持槍被你保鏢 根本沒有幫我靠近 持槍保鏢貼身介護 孫偉倫根本沒有機會 對張董下手 王金蓮謝國雄沒有就此罷休 張董慢心歡喜搭上了高鐵 南下高雄 出戰之後搭上了孫偉倫開的車 殊不知正一步步踏進鴻門宴的 死亡陷阱 然後把張董接去左營那邊的一間餐廳吃飯 後來王金蓮的一個侄子也到場 帶了兩個女子也在場用餐 向張董勸爪 要灌他腳就對了 祖賢的侄子阿迪亞 他們兩個人合力把他扶上去之後 三位輪負責開車 一上車阿迪亞就在後面 用一條旋律 從後方把張董的國族給熱衣 這個阿迪亞就叫 孫偉倫 走 我們開車回鳳山 回鳳山要去哪 載著張董遺體的車子 一路開往鳳山一間國中旁的補習班 這是阿迪亞的姑姑 也就是王金蓮所開設的 那時候已經是深夜 補習班學生跟老師都離開了 他們挑了一間教室 開始動手 阿迪亞上二樓去搬了一個 五四交流的大汽油桶下來 孫偉倫跟阿迪亞 合力將張董 好像投下腳上的方式 把它推入汽油桶 然後再掛泥現場準備的那個水泥 跟沙士 然後再把它封起來 推到補習班外面 讓它靈固 經過一碗隔天白天一天 這個水泥也就甘酷靈固 他們準備就要去世了 他上盡天涼 手段殘暴 無用心用沙士把它封起來 你把它封起來這樣放在那裡 孩子你出來了 你會心裡不會覺得不安嗎 做壞事我們也先 他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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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做之後你趕快 自己擔那個擔 自己走要走 你趕快放在那裡 還放了一天 更離譜的是 鐵桶灌了沙士沉澱店 兩個人搬不動 這時候 正好有三個難學生經過 同學 同學 來幫忙一下 五個人就合力把這個 同學把他給推上 這部雙型車 我說如果我是那個國中生 可能會怕死 嚇死 他們還是這三個小孩 他如果知道那麼害怕 還不然要帶回去受害怕 孫偉倫的阿弟 沒管這麼多 只想著要趕快把鐵桶 再去丟了 車子沿著台17線濱海公路 兩人悶無目的 邊開邊找尋氣勢地點 快到車程之前 有一個漁港 有那個海防 怕兵戈在那裡看守 他也怕說被發現了 所以他們又走到四重溪里 他們要找那種水 比較深的的那種溪流 可是好像沒有 那種溪流水都不夠深 折返又往北 到了林邊 就是在那個大牌 一過叫做名勝橋的那個地點 他們就把它推下去 監禁從孫偉倫的通聯記錄 以及公辭還原 其實張董遇害的第一時間 謝國雄就已經及時掌握 在那台師張董要怎麼帶 謝國雄告訴你 你幫他打三角 我幫他打三角 我這樣好就知道 大概又到了晚上11點多吧 等他們就是灌完水泥以後 他又打電話 謝國雄說 我都處理好了 我都處理好了 謝國雄就說好 老弟他辛苦了 最重要的是 他是直接對謝國雄 然後後端 等於是幕後就是 謝國雄跟王金蓮 報告完以後 謝國雄他就橫向去通知 王金蓮這個狀況 鐵砂大亨 羅密算計 檢警認定 謝國雄 王金蓮是幕後藏經人 不但事前計劃主導 狡詐的兩人 甚至在菲律賓跟中國大陸 隔海遙控台灣的共犯執行 以確保萬無一失 所以謝國雄跟王金蓮通常都是菲律賓 台灣或是大陸台灣 這三個地方都跑來跑去 謝國雄很聰明 他知道斷變 我發誓我決定沒有上海棠 他還擔得 我發誓我決定沒有上海棠 他還擔得 這個媒體 全國播放的狀態下 有助手說 人不是一台的 人真的不是一台的 找人家的 我這個五字遊戲嘛 你台西做人家 你還沒這麼人去幹 你還有載到 先把他們去給拆風 拆風再當他們的頭 先把助手 這是那種無法無天命無法 好 陳邁遠景回想起了這一起 鐵砂大亨的吵詩案 在爭培的過程當中 有許多冥冥中的巧合 比方說家屬說 看見了鐵砂大亨回家喊媽媽 而當天就是死者的頭緝 殺掉一個人 要用這麼殘忍的方法 去處理他的屍體 就超出了我的想像 真的非常地難 而且非常地不倫道 歹徒殺害鐵砂大亨 塞鐵桶灌水泥 如此殘暴手段 企圖蜜蜜滅 嫌慢以為氣質在大牌 能將真相深深沉入水底 但灌水泥的惡行 反倒讓證據全都保留住 或許明明中無形力量讓鐵桶內的冤屈 沈願得雪 警方回想不可思議的還有 張董的媽媽說 案發後看見兒子回家 似乎正催促著家人 快報警 望到張董回家門口 你看媽媽媽媽 很適量的這個 這個圍面 時間算是 剛才張董那天 剛才他 陶齊 這種種 有些糗 很勉強 你會覺得 讓你做天理狂 鐵桑大亨妥協案 今晚破完 抓到了謝國雄 還有崇文文 不過包含了 另外一個幕後主賢 王金蓮 以及他的兩個侄子 總共三個人 到目前為止 依舊逍遙法外 謝國雄 鐵桑大亨慘死 老媽媽哭斷腸 嫌犯謝國雄 孫偉 分別判處十五年 和十二年定宴 但還有三名共犯 分別判處十五年 但還有三名共犯 怨然在討 王金蓮 跟他兩個侄子 阿弟阿和小兵 都比 應該是米在台中 他回到兵 你就好好好 都這麼多人要處理 嘛 你把他創掉的時候 你啦 刀了沒辦法回來 你去走路 就等會死 他的工業 什麼做 你的情緒 復座就不去了 免送部署的部分就是說 孫偉雲到案的時候 王金蓮 飛過去 菲律賓 請國外的警方 繼續來協助 你怎麼睡得去 你白衣忘了嗎 對不對 你不怕人家說 人家派去 以後去幫你注意 還是什麼 對不對 將心比心 大家都有親人 對不對 你快回到面對手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台灣起訴 火車門翔 我們再回來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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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